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在节目播出期间 打开途牛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现金券 要旅游 找途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 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进行互动 首先让我们欢迎资深的媒体人 阿蒙老师 欢迎阿蒙老师 发与扎心的副总裁 瞿卫瞿老师 爱情导师 除蕾 瞿老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的内容 下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 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 亲爱的好玩吗 幼稚 太棒了 亲爱的我渴了 我饿了 下面我们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白24岁 来自辽宁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周24岁 同样来自辽宁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还在读呢 是吧 都是学生 对 对 是学生 我俩一届的 不是一个班的 这老实 我没问 那小片的最后是你说让我们救救你是吧 对 咋救你呢 我忍上他很久了 已经忍了三年多了 都忍三年多了 那你怎么不继续忍下去啊 之前怎么不说 我在沉门中爆发 就在沉门中灭亡 这次我选择了爆发 你以为你是定时炸大 手爆炸就爆炸 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天晚上做噩梦 你跟他在一起 你天天做噩梦 你还跟他在一起 梦间 他要我去给他买那个篮子 什么篮子 我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他们寝室关门了 他就饿了 没多久他给我打电话 要买篮子和绳子 当时我就纳门了 为什么买这些东西 然后他还没跟我说 我就给他买去了 冲死噩梦就开始了 饿了就给我打电话 要我买那个 太钻石的麻烦饭 买了之后 回去看着那个 女性寝室门口 创台那边有个篮子 我一看篮子 会干这个用的吗 作为男朋友 你不应该去跟我买夜宵啊 而且女性不是关门了吗 那我只能从楼上 把篮子 系上绳子扔下去啊 那咋不对啊 你挺聪明的 这是一条运输线 对啊 那那么晚了 我不这么做 那怎么去吃的呀 那你不啄我的吗 天天折磨我 总去吃 还有什么被压迫的吗 被压迫 还有上街的时候 进去的时候 什么都习惯 都买回来 买回来就让我拎着 花谁的钱 一块的吧 差不多 那不然是我花我的钱吗 你都不好意思说吧你 那我也花了吗 再说了主持人 我逛街 我都逛一天了 我腿多累啊 你作为男朋友 你不应该本分地帮我 去拎包什么的 这是 是我拎了 但是最后我挂个圣诞树似的 跟着你后面 跟小跟班似的 我一点面子都没有了 不是挺好吗 他就身在福中不知福吧 看我这姿色 怎么在我们学校 我们班还是搬花呢 拉倒我 一共就俩女生 你还算搬花 你们就俩女生 对啊 我俩都是理科生嘛 那何止是搬花啊 是 他就 对啊 他就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们班全班25个男生 那排队要帮我拎包 我都没让他们拎 让你拎 那是让你八辟子就来福分 那哪是福分呢 最后刚按时是黑包 都比较深的可以背 后来就开始放肆了 各种三包就出来了 最严重的是粉色 他都可以提 那我看一个人就得了 我多娘呢 本来挺爷们的 爷们吧 主持人你也看到了 就他这个样 那我要是不再强大一点 那谁保护谁啊 那最后我俩不得带根啊 再说了 那我对你还不好吗 就是我学校附近 然后新开了一家川菜馆 刚一开业 然后人缘爆满 我第一个想着他 立马打电话 让他陪我去吃 他百般不情愿 那你找的我爱吃的行 你知道我不能吃辣的 他总带我去吃辣的 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 那我口味这么皱 你不知道吗 是啊 那我就喜欢吃辣的 那我口味轻啊 关键的 第一次给你去之后 我彻底完了 回进去之后 吃了就看我跑厕所了 你作为男生 你多拉几趟能怎么的呀 就当减肥了呗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 还能再拉了吗 行 不不不不 太坏了吧 刚才宵夜的 这会儿就说这个了 过了不许再提了啊 我听明白了就是 女生不顾及男生的饮食习惯 强迫男生去吃男生不能吃的东西 还有别的不能忍受的吗 还有别的不能忍受的吗 还有吃辣的起豆吗 坐在一起之后 那豆越来越多了 你是真默契 不是说不说这件事了吗 你怎么不说你天天熬夜打游戏打的呀 你听我说 主持人 有一次吧 我得肠炎了 特别难受 我只能去医院打针 作为女生吧 生病肯定想自己男朋友啊 希望他陪我去 谁知道一打电话 他自己玩游戏呢 让我等一会儿 就差那几分钟 万一输了 队友不说我坑了 那我假如就那几分钟 我死了怎么办呢 那你现在活挺好吗 站在对面呢 那你怎么不死啊 你看那主人脾气又上来了 一整就这样了 说爆发就爆发 他总说我不给他面子 我就不明白 我怎么不给你面子了 你今天确实没给他面子 是啊 更能说我 然后给朋友面子钱 他也不给我面子 有一次我们一去KTV唱歌 本来挺高兴的一块儿 结果他就因为一首歌之间 就开始生气了 就当时就不容易了 那你好意思说吗 那首歌是你点的吗 是我点的好吗 我刚刚点完歌 我还没等开始唱 这家伙可好 一把给抢走了 就开始唱 那你说你唱歌好听也行 整个晚上就听你 这鬼哭狼嚎的 你别说话 你唱歌好听是啥的呀 不 然后你们就走了 一发鼻子就有动手的习惯 我直接当我同学面 就直接给我撂倒了 你再说一遍试试 我现在就撂了你信不信 你跟我过来 跟我过来 你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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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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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话叫 你摇什么手啊 不是 我以为你又要我上来 哎呀 对了 来吧 老师 你还是别上来了 我给你留点面子 在台下切磋 切磋吧 行行行 我谢谢你 这他就给料到了 也就是说这姑娘 动手也是常事是吧 对 你还手吗 我不敢还手 他敢 你敢还吗你 你是希望他还手怎么着啊 那他也不敢呢 你敢一个试试你 这不分场合吗 你给我下去再说 你看 主持人看 还下去再说 不还手是个优良品质 对 品质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对吧 好男不跟女斗舞 那好女不跟狗东的 哎哎哎哎 你们俩都没底线了 我发现你是挺见招的 我都拦住他了 你非要招他过来摔你一个 不是 我没想到 很正所爱的 舒服吗 还行 挺舒服的 他就喜欢让我摔他 你是平常不高兴 就跟他动手吗 其实他老总是跟我降嘴呢 那没办法 他就只有动手了呗 我俩一块出去玩的时候 就走到大街上 就因为有点事 他突然之间就生气了 我一跟我哪句话说错了 直接给我撂倒了 街上也撂 街上也撂 那么多人丑呢你说 你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兄弟 你说一说就是忍受不了了吗 那你怎么不说他那点怂样嘛 胆小 就有一次万圣节 然后我们几个朋友约着 一起去游乐场 那你说万圣节 去一趟鬼屋总行了吧 体验体验氛围 他也不去 他害怕 怕黑 最后我也陪他去了 今天是沿着别的女人都搂了 男朋友怀里嘛 他就不一样 你搂他怀里吧 兄弟 对啊 他直接 大人和小 他直接就飞过去了 直接跑第一个去了 带领他们 一块打鬼 那鬼就是工人员扮演的 那我这不是 工作氛围吗 这不气氛不挺好的吗 那你开心了 那没想到我的感受 我本来就胆小 然后我去找你 被他给打了 他去找乌其麻黑的 黑能瞎唬我的 他突然穿了一个东西 我见一个打一个呗 那我哪知道 你是人是鬼呀 那你出来 不能在同学朋友面前 说我胆小啊 嘲笑我就是 一点没有面子了 又提面子 你看他就是要面子 那我还要面子呢 那谁不要面子呀 我是个男的 我听编导说 他们有一段录像 我还想看看 可以播播吗 看吧 看完别动手啊 大脸 小白是我们铁哥们 他对小颜 那是百依百顺 万般呵护 他俩在一起吧 有时候总有一些 不知为什么的矛盾 可能是也是小颜性格 太暴躁了 然后对小白也是 大大出手 一遇到事情的时候 小颜就跟母老虎一样 俩人就是感觉性格上 还是有点不合适 一个太强势了 然后另一个呢 有点太没脾气了 他之所以这么强势 是因为小白有的时候 有些事确实挺没有主见的 虽然有的时候有点缩 但是他毕竟是女孩子嘛 就希望小白 多多包容他一点 每次上戏 也都是 基本都是小白 最后妥协了 我们哥们都为小白 打拨不平 你说小白 这么帅气的一个小伙 为啥要找小颜呢 等我回去 怎么收拾他们的 你是不是 对 都这么说你 你是不是在 你们喜事面前又胡说我了你 你就是个五老虎 他们说得跟我 你不能成五宋 你就别说人家是老虎 那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他每回过生日我都给他过 特别浪漫 那你呢 你啥都没给我准备 他过生日吧 我亲手给他做了蛋糕 给他摆了蜡烛 还给他买了礼物 谁知道他是怎么给我过的 那我未给过了吗 我也挨到凌晨 给他发交微信 告诉他祝他生日快乐 对 他是给我过了 后来把他买生日快乐 一句话给我略过了你 我问问你啊 是马上要毕业吗 大几了 是啊 大四了 一过年就毕业了是吧 是啊 快毕业 我就觉得 什么打算啊 我打算回大连 然后工作嘛 他呢 我觉得 我就是觉得 是不是快毕业了 然后你爸妈不想让你 跟我在一起 让你回你们家那会工作呀 不是啊 我曾经会想跟你在一起 但是每次跟你在一起 就感觉太累了 一直这么对我脾气大 别身在服装布置服了你 所以男生是想分手是吧 对 你敢分一个试试 非分不可 但是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非分不可吗 除了他脾气改了 他脾气太大了 真是忍受不了啊 你之前怎么追的我 现在这样要跟我分手 当初不是女生少吗 大冬天 给他摆着蜡烛 对 说得起这事 我其实我挺感动的 他是带着他们寝室室友 下着大雪 特别特别冷 然后他就一般摆蜡烛嘛 点蜡烛 还要点蜡烛 点也不好点 然后还要摆花瓣 然后整整整了一个多小时 而且还没戴手套 手特别地冷 摆完之后 才把我交到楼下 然后要跟我表白 他寝室室友嘛 有的是拿那个手机录像 有的放音乐 感觉也不错 就刚才那几个臭小子是吧 对啊 回去怎么收拾他们 皮多大啊 我就这样被他感动了嘛 然后因为我从来都没有 被一个男生这样表白过 再加上我俩在一起这么久了 三年多了 继续下去不挺好的吗 挺明白的 当一个强力的女汉子 遇到了一个鲜弱的男女娃 爱情该怎么继续呢 老师们交给你们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是初恋吗 是啊 我们都是初恋 所以我就特别重视 这段感情 有一句话叫 初恋的时候我们不懂爱情 为什么忍了三年到现在 这个节骨眼上 要毕业了提出了分手 我觉得我俩挺搭的呀 错 因为你根本不懂得 什么是爱情 如何经营爱情 甚至于如何表达 你对对方的爱意 你仅仅是在一场 你觉得跟很多书里 或者电视里演的 一样的那种 仪式感很强的那个场面 给你了惊喜 让你感动 有音乐 有围观 有掌声 有鲜花 然后有对方对你的这种表白 你就被感动了 过程当中 你意错了对方的意 你把他 当一个随从一样看待 任你打骂 像一个女王 我没那么过分 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 你其实蛮过分的 你认为的是自己 这样做是对他好 但其实你蛮吃亏的 你做了很多 其实对他好的事情 甚至于你的心是非常好的 但表达完全错误 还有 你打他 你真是觉得他打不过你吗 不是 你知道他不敢对你动手 甚至于你把这个 当成一种对他的表达 你觉得我打你 然后你挨着 咱们挺乐呵的挺好的 其实你是极度渴望对方关怀 你是想通过这种种的做的方式 来换取对方对你的爱 365天每天都要吃夜宵吗 不是 你要的是他的一种 对你的表达那种仪式感 让自己的寝室的情友看到 看 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男朋友 不管多么冷 他都会买到我要的东西 我是女生嘛 虽然我表面比较强大 但是我内心其实还是很脆弱的 其实我特别希望男朋友疼爱我 你是很脆弱 你是很希望他很爱你 但是恰恰 你这些是要来的 他心甘情愿吗 三年来他一直在忍 不能说没有快乐 但是忍的成分大 如果他真的真心爱你的话 当你生病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还在那打游戏 而他为什么要沉眠于游戏呢 因为他在游戏里能找到自尊 而在你这儿想得到 但没有 但是他可以忍 因为他从另外一个方面 能找到自尊 就是我有女朋友 很多人没有 我有斑花 但是你们没有 所以他是在做一种这种平衡 所以姑娘 你应该从初恋当中 吸取一定的东西 我们要注重仪式 但不能只看仪式 我们要追求浪漫 但是浪漫过不了日子 你要真心要了解对方 还有了解自己 你觉得自己要的是什么 就要用正确的方式表达出来 而你要认清对方要的是什么 否则就拧吧 说实话 我对你们的感觉其实挺复杂的 从深层和潜意识来讲 你们俩需要对方 你需要给他这种强势的关注 他需要你强势 然后你们之间能产生火花 你那种强势 恰巧是作为他男性心中 缺少的那一部分 你满足了他 但是当你们各自心理状态得到满足的时候 其实你们还有一个最真正的需求 就是你需要他成为一个男人 他需要一个女人 可是你们两个人都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觉得我性格是天生的 这不挺好的吗 天生是挺好的 但是你要记住 你自己如果要融入另外一层关系的话 就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如果你能调整这是最好的 还有一点 这个男人我为什么说你离不开这个女人呢 他刚才说的 我不让你离开 你勒开我就弄死你 类似于这样的话 你其实心里要的就是这些 没有 他下了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看你们两个人 如果发展到这么严重的三年这种关系 我不相信你不喜欢这些 夫妻之间一定是死强敌弱的一个过程 你中生的男性 你自然会弱下来 他如果碰见一个更软弱的女性 他自然会强起来 中国的家庭生活当中 很多女强男弱 过得很好 但关键是女人是怎样的一种强 男人是怎样的一种弱 这不一样 分真强假强 真弱假弱 前段时间没事又把 我的野蛮女友翻出来看了一遍 看来看去 我们又看出了深层的含义 其实在我的野蛮女友当中 女主角其实是假强 而男主角是真强 恰恰是因为男主角看出了 女主角内心真正的悲伤 那种来自于上一段感情的悲伤 所以他虽然百般地虐待自己 但男方依然可以 以软弱的方式去包容对方 所以其实关键是看 女方和男方的强弱 到底是哪种性质 在我看来 女方的强分为两种 一种是刀子嘴 刀子性 一种是刀子嘴 豆腐性 对 我是后者 很显然野蛮女友那个女生 是属于后者 你大部分属于前者 为什么呢 刀子嘴就不用说了 其实为什么说 你也是刀子心呢 虽然在形式上 你可以强势 但是在具体的生活事件当中 你又何曾为他考虑过 我们见过很多在生活当中 很强势的女性 虽然有的时候在朋友面前 也不跟男性面子 但是在多半的时候 他会考虑到男人的自尊 虽然说他很强势 但是在吃住用刑上 其实他更多会关心男性 你没有 虽然你有在过生日的时候 那两次所谓的行为 但是大部分在生活当中 细节当中 我看不到你的豆腐心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 关键是男性的怕老婆 大概分为三种 第一种 心服口服 也就是对老婆的心悦诚服 那是把自己的老婆 当成了女神一样的存在 那是一种崇拜感 不光嘴上认错 心里也觉得是如此 第二种 嘴上认错 心里不认错 嘴上服 心里不服 但这种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像 《我的你蛮云友》当中的 那个男性 他虽然说嘴上服 心里不服 但是 他有一种宽容和大度 他会觉得这没什么 他是真正的觉得 好男不跟女斗 只要能让他高兴 心里不服又怎样呢 男主角属 但他不是 他属于第三种 他虽然是上嘴上服 心里不服 但他是敢怒 而不敢言 他把这股火压在心里 这种人是真正的怕老婆 但他怕的 其实不是你 他怕的是周围的舆论 第一 自己没面子 第二 确确实实是 在气焰上 或者是在体力上 打不过 这种人大概不是只怕老婆 而是周围一切的强势力 他都怕 所以其实我对你们两个 是十分不看好的 你觉得真正 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 会在场上筛打自己的男朋友吗 回去跪搓一板 所以在我看来 你们不属于真正的 女强男肉 一切只是形式 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觉得我 不是像听老师说的那样 我觉得我挺 刀子嘴豆腐心的 我身边的人都了解我 我愿意相信你说的 但是你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 说你的空间 对吗 因为我们就是思想的交流 其实有几个问题 真的拿出来一问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留大脸 你留吗 我 跟我走吧 你看你看 你这是强迫别人吗 就咱们随便问几个问题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今天是因为没有男生追你 未来再有个男生追你 你还跟他好吗 他是我初恋 我只愿跟我初恋在一起 你就准备非他不嫁了 对不对 对 兄弟 压力很大呀 他弄事了是不 小伙子 好好保重自己 别出意外 知道吗 是 来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年 我觉得有句话说得挺好的 人的一生只谈一场恋爱 而我把我自己的初恋 交给你了 我觉得你就得对我负责 我这就负责了 再说了 这三年感情积淀也在这呢 咱俩也是有点小吵小闹 但是也和好了 周围朋友都挺羡慕咱俩的 希望咱俩继续下去 可以过 那你改不改呀 那我要是改 你就跟我和好吧 你每回都说改 我还是没改吗 那我现在在舞台上 而且我这人挺要面子的 既然我说我想改 那我就努力去改 你到时候又下台之后 给我撂倒好了 那我尽量吧 你跟我走的话 那我就去改 那我再考虑考虑吧 哎呀 两位回吧 我要给他个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你掉出来啊 啥呀 我看看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他不敢还抱我呀 哎呦 刚才你送他一个什么呀 刚才给我的是戒指 是以前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买的一对戒指 他把他那个戒指给弄丢了 那我那戒指还在 我就一直戴了三年多 我觉得这个戒指 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好 那你说的啊 以后不买戒指的 怎么不买的 在结果不得买啊 来 有请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的时刻 赞给我吧 不会啊 不会 忘了 那我永远在一起 你别再跟我说分手了 好 那么抱我呀 来吧 走吧 走吧 走啊 你还在这吵啊 还没走啊 回来 醒亮灯 来来来来 有礼物要送 成功复合的情侣 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幸福游大奖 你们自己喊开始 自己喊停 好吗 来 你喊开始吗 开始 开始 停 祝你们幸福 请回吧 谢谢厨师 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您跟女朋友现在是什么感情问题呢 她经常把我压迫的全不过气来了 就是说经常在我工作的时候打电话来给我 基本上每隔一个小时就打一次电话 你看一下她现在又打来了 喂 喂 在哪里啊 在工作 在忙 这么久才接我电话 我问你在哪里 我正在工作 有客人在 我等一下再打给你吧 那说了两句而已啊 又不是浪费你很多时间 你男朋友在跟我们诉苦说 觉得你现在管她管得太严了 她还跟你们说告状啊 其实怎么说呢 她之前有事情要骗着我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呢 竟然她背着我跟你们说 还干我的状 我都还没说她的事呢 一方觉得另一方管自己太严了 另一方也是满怀委屈 说你骗我太久了 真相究竟如何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周30岁 来自广东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和28岁 同样来自广东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採访是在车里进行的 当时她打电话来问你 你说你正在工作 是 你的职业是司机 我是专车司机 有时候我在上班 在工作的时候呢 她就经常打电话给我 就问我在干嘛啊 我就已经跟她说我在工作了 她也不相信 然后更离谱 我打电话给你只是关心你啊 那你更离谱的是 叫我在工作的时候 拍张照片给她 那我正在开车怎样拍照片 还有把我的手机那个ID号 她也上了 我所有的短信啊 电话号码她也知道 那我觉得我这样很没有隐私啊 不是这样的 因为她有欺骗过我 然后那时候是有个兄弟找她 明天要不要一起去玩吧打游戏 当时候我在嘛 她就回答说不去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她就不接我电话 后来下班回来 她那个手机有个定位 对 我就查一下她今天去哪里了 然后那个定位就显示 她去了一间晚吧 我就确定她肯定 今天去了晚吧打游戏 那我就去玩个游戏啊 怎么了 你不跟我说就是你不对 但你为什么前一天 跟你朋友说说不去呢 当这里面当然要这样说了 我跟你说我去你还不生气 那你不就是骗我吗 她经常骗你吗 玩游戏啊那些会 对 但是如果其他的是暂时还没有 就是你现在发现她骗你 主要是你不让她玩是吧 对 不准她 那玩游戏是我自己的那个兴趣而已啊 因为我平常我又不出去喝酒 那我工作这么累了 我只是玩个游戏而已 她也要管我现在 但是你有节制吗 她打游戏打得疯狂状态是怎么样 下班回来很累了嘛已经 她除了吃饭啊洗澡睡觉之外 她就是对着电脑打游戏 一打打到凌晨都不睡 然后平时休息那天是有早上打到晚上 休息会好吗 而且你第二天还要工作 我开车的时候我自己够精神了 我问我就可以玩一下吗 那你们谈恋爱一开始的时候 你也这样吗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问过她了 我喜欢打游戏你能不能接受 她说可以啊我可以接受你啊 她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打游戏打得这么疯狂嘛 我也是关心她嘛 她就是觉得我管得她太多 所以你不让她打 对 然后她就撒谎出去打 对 马着我出去 又经常被你抓包是不是 对 她这样侦查我 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安全 她都怎么侦查过你 我没清楚她怎么侦查 不就打个电话吗 我有分普通的查 还有深入的查 普通的查是怎么查 我平时查呢 只是看一下微信里面的消费记录 然后还有短信啊电话啊等等这类的 如果觉得有一天觉得不对劲呢 然后我就深入查 就是上她的ID啊 或者看定位 又或者叫她照那个照片给我 照片里面车头啊 会有那个香水 还有那个公里表 我就会记着那个公里表是去到哪里 你去拿脑子记吗 对 那你这公里每天都得更新啊 大概我会记得 你每天都上她的车吗 对啊 然后 那还不是把我当成犯人一样去监管 你想太多了好不好 然后有时候也会看一下香水 香水用到哪里的分量 我会记得住吗 你们家香水上是带刻度的吗 没有 那怎么能记住她 大概去到哪里会记得吗 如果她提前照好的话 那个去到哪里的分量是不一样 那个公里数也不一样 或者加油那里也不一样 所以我就会这样查她了 你这叫深入查是吧 对 那你会做那种训问工作吗 以前有想过 但是我怕辛苦 你怕辛苦 对 你现在这样也挺辛苦的 还好 她说谎你能看出来吗 可以看得出来啊 就是她有其他的特征嘛 不是 你这从哪儿学的这一套啊 因为我从小特别喜欢看那些电影 是侦察的或警察之类的 看得也比较多 经过我的经验 哦 曲老师你来一下 来来来来 你好 她有点紧张 她有点紧张 我觉得她太厉害了 她看出了我的紧张 还有呢 接着说 嗯 以我的观察啊 我觉得她怕跟我对眼 啊 而且呢 她肯定在想 幸亏没有找到我这种女生做老婆 啊 是吗 还有呢 嗯 还会读心术啊 还有呢 应该觉得 这个女生不错 但是管得太严了应该 啊 这话翻译出来就还有点好色是吧 嗯 有吗 有 男生好色是正常的 啊 怎么样 挺厉害啊 首先看出我紧张 对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像你这么看我 没有 这个只是礼貌看着礼貌 你不看我就是没礼貌嘛 我突如礼貌看着你嘛 你天天跟她在一起啊 确实有那种压迫感 真的 很大压力我觉得 其实没有这么大压力啦 你们想的太多了 哎 你别谦虚 的确是有 很有压力 但是你没有做亏心事 你怎么怕呢 哎 这话说的有道理 所以怕就 这个更可怕 对 你所以你紧张什么呀 你也没做亏心事 你上来紧张什么呀 这舞台你还紧张吗 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紧张 因为她看我的目的 不是说欣赏我 其实有时候看着你呢 可以套出你的话来 你越紧张就代表 其实这一些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我感觉就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是你越紧张就代表你越有 你跟女人讲科学 这我是个人的感觉啊 就越紧张就肯定你身上有 出问题啊肯定 反正我没有问题被你看到 我觉得我都有问题 好吧 谢谢曲总 请回 好 别紧张了啊 姑娘 问个问题啊 我也好这一口 你好色 不是 训问 如果说这也叫好色的话 我们俩是同岛中人 你不是也喜欢训问吗 男生通常都好色 现在女生不也好色吗 还好 好吧 认识她之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关系好吗 刚开始好 后来就不太好 原因呢 差不多吧 也是你这么去管南方 对 但是我之前那个是比较严重 她不是打游戏 她是打麻将 我规定她一个月打多少次 她真的给我打这么多次 打扫一次就说 我还有一次没有打 还有两次还没有打 就是一说好像上班那样 我规定你多少就多少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累 所以最终就导致大家分手了 其实那你管得那么累 这个干嘛还那么累的管啊 你们男生不管的话 做出对不起我的事那怎么办 那时候都迟了 你所有的认定都是有罪认定 有人这么害过你吗 有啊 就是前一任啊 她怎么你了 不就打个麻将吗 我听来听去 打麻将有骗过无数次 要喝酒也有 然后对不起我也有 所以你觉得要看紧一点是吧 对 而且男生是个好色动物嘛 要肯定要看紧一点啊 你不要老是男生是个好色动物 确实是 女生不好色吗 就算好色我们只是观察看嘛 对啊 男生不会嘛 我们也是观察看嘛 不一定 这个游戏你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说 伤害了她的身体 还是说她忽略或者忽视了你 这些都有 因为她除了打游戏浪费时间之外 她还要在这个游戏上面 花钱花很多 她说我花钱买游戏里面的装备啊 那一些 但是她自己买了一整衣柜的衣服 一整鞋柜的鞋子 我也没见她穿多少 我买这么多 我不就是穿给你看吗 我穿得好看你也有面子啊 你全部你365天 你天天不同款的可以 也穿不完 但是你就是不穿这么多 女生都是这样嘛 就穿来穿去就是一两件 我听明白了 那你买装备给谁看 她买了那么多衣服给你看 你非要看游戏 她当然难受了 是吧 就是我觉得我穿衣服穿得好看 也是给她面子嘛 然后带出去也好看嘛 然后你买那些什么装备啊 皮肤啊给谁看啊 因为你们女生不懂男生的乐趣 每一个男生都喜欢玩游戏的啊 是啊 但是你没截至就是不行 那你平常的生活 其实完全都被她占据了 对吧 她不在的时候 你得琢磨她去哪儿了 当然不是 我是为了她 她平常哪有被我自己占据 她每个月 起码有四五天出去喝酒 我每次都喝醉 她把我管得这么严 没有喝醉 她自己也不管自己 你有意思啊 没有喝醉这么夸张啊 是怎么说我在外面 你知道在外面跟朋友玩 你肯定玩得开心嘛 有时候那些朋友就说 你喝不喝怎么说 你不喝不给面子嘛对不对 然后我当时候也跟你解释啦 我不是喝醉了 然后我在我朋友 我很奇怪 我在外面喝酒的话 我在朋友面前 你们是看不出我喝醉的 然后我回到家 然后人放轻松了嘛 放轻松自然就头晕 然后会醉 然后会吐这样 那你一个月能醉几回呢 没有天天醉啦 基本上每次去都醉 更离谱的有一次 她还不回家了 那天我从凌晨一点钟的时候 打电话给她 她说那时候回家了 然后我一直等到凌晨两点钟 她还没有回来 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她了 一直打到去七点钟 早上七点钟 她一直都不接电话 然后十点钟的时候 回家以后 我问她你去了哪里啊 她说我跟朋友喝酒了喝醉了 在朋友家里睡觉 然后我那时候就没有特别去求证 我问问 我问问 我愿意问这个 我不说我们俩有同好吗 酒喝多了 还好那天 去朋友家之前喝多还是没喝多 去到那里才喝多 到朋友家的时候几点 已经好像都凌晨了 已经凌晨了 为什么凌晨还不回家 还要去朋友家 因为还没走啊 那些其他朋友都 都没走 我们是一大班人去那里的 好好好 第二个问题很简单 不是挺关心她打游戏的事吗 对不对 她游戏打多了会伤身体 对吧 凌晨了 她为什么不给她打一电话 说你还在打游戏吗 那时候没空 干嘛呢 在玩啊 玩什么呢 没空理她打不打游戏啊 没空理她打不打游戏 对 她就是对自己 你不是说这个不会喝多吗 喝多朋友是看不出来的吗 那怎么就一夜没回家呢 那天晚上确实喝多 喝的有多多呀 几个朋友喝了几箱啤酒 就喝多了什么表情啊 什么反应啊 吐咯 睡觉咯 吐啦 吐哪儿啦 在我朋友家 你朋友家哪儿啊 厕所 喝多了还能找厕所吐 在旁边嘛 你自己喝了多少瓶啤酒啊 我也不知道 没什么 你以后就得这么问 你知道吗 去之前在哪儿喝的呀 她不敢这样问 去之前在哪儿喝的呀 你好像老躲闪我的眼光哦 没有 你还想跟她在一起 她不敢 就不想 你还想跟她在一起吗 她把我困得这么死 她如果继续这样 去压迫我的话 我也不想跟她在一起了 你讨厌她打游戏 对啊 不是 还有最重要是骗我 你讨厌她喝酒 对 基本听明白了 老师们是怎么看的呢 一起进入邱笔车文件 一下我说的话 代表所有的男人 当面对你的那种眼光的时候 连我一个外人 我都会觉得紧张 而且我会有压迫感 他一定是有 而且你的潜意是说 你接下来你说的所有的话 我都会不信 而且我还会抓很多的细节的 你的微表情 你的细节的一些照片啊 香水啊 甚至于公里数啊 来佐证 你就不值得让人相信 你觉得这是 面对爱人的一种表现吗 你如果换作是那个位置 她用这种眼光来审视你 你会开心吗 男人都好色 但是因为好色 就一定会做坏事吗 不一定啊 有人不想做坏事 但是偏偏有个女人 推着自己男人去做坏事 这个女人是谁 就是你啊 虽然长得很漂亮 穿得很靓丽 但是你的眼神 一点也不好看 眼神没有柔情 没有爱意 满满的是不信任 这些呢 其实反映到你内心 又是你的极度缺乏安全感 你怕控制不住这个男人 你怕他经不起外界的诱惑 但是真正防范外界的 唯一的方法是 你把他吸引到你身边来 在你的身边 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 有尊严 并且互相信任 可你这些都不给他 你这不是逼着他的心 往外跑吗 这个男孩有问题 可能太痴迷于游戏 但只有当一个喜欢游戏的男人 发现和自己的爱人 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感觉比游戏更有吸引力 那会儿他一定会 慢慢的去把游戏的时间 挪出来 放在你身上 所以种种的作为 都跟你的愿望是相悖的 这么做下去 肯定会离开的 你看你占的这个姿势 你的这个手势 就是典型的 带有很强防御性的 造成您今天心里的这个状态 可能就是安全感的问题 你的安全感有一部分是来自天生 有一部分是来自后天 就是您的上一次的感情经历 你所有的不安 你所有对他的调查 其实都是你自己内心感觉到的不安 你对这种不安 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一种惯性 你从来没有反思 是不是我因为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是不是因为我上一次的感情经历的失败 而造成我对这 现在这位先生的不信任 你没有反思 而且上来的时候 我是觉得你的攻击力非常强 任何男人对于你的交流 你都带有抵触怀疑审视 但是藏在您这么坚强的这种防御体制的背后 我感觉你其实是挺喜欢他 但是你找不到如何喜欢他的方法 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用特别严格的限制他的自由 只要告诉他 你能够按照你自己的这种自由的方式 但是我要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时间 能取到一个折合一个中间 我觉得他其实很开心会享受你对他的这种管制 生活当中像你这样的女人不在少数 这种女人好像有一种生活目的 她谈恋爱活着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 什么事呢 天下乌鸦一般黑 即便是有一只白乌鸦 你也会证明她有点黑毛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问这种女人 那你干嘛谈恋爱 你别谈呢 天下乌鸦都是黑的 这个时候他们会特别激动而惋惜地说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只白乌鸦 你就不自相矛盾吗 所以其实你要支持你的没有安全感 你首先要证明一个问题 这天下没有全白的乌鸦 也没有全黑的乌鸦 多半是白中带点黑 黑中又带点白 但是你眼里只有别人的黑 却没有别人的乌鸦 那岂不是白乌鸦也要给你整成黑乌鸦 所以你首先脑海当中你要认清楚 无论是你又或者是他 都不是全白的 你不是全白的 他也不是全黑的 他有他的好 但你只看见了他的坏 你以为你是全白的 其实你也经常喝得烂醉如泥 都不全好也都不全坏 没有完美 你心里就会安全 有的时候人性经不住考验 你无法去证明一个人是极致的好 又或者是极致的坏 一个医学专家 想要从自己众多的学生当中 挑出一位来继承自己的一波 但是他要考验一下他 看他是不是一心一意的这一心子 就是想搞钻研 是不是会被一些所谓的功名利禄所诱惑 于是他让他的助理去扮演一位 上市公司的老总 以高薪来聘请他的学生 还好他的助理特别聪明 他的助理说 没有真正好的人 也没有绝对坏的人 我们不要去考验 最后他的教授 听从了他助手的建议 没有去考验 适个二十年之后 继承了他一波的这个学生 听闻了他当年助理的 这个所谓考验的故事 说还好没有考验我 如果一旦考验我 我一定上当 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正在病床上 我的弟弟和妹妹正要上学读书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没有什么绝对好的人 也没有什么绝对坏的人 一颗种子是否能够开发结果 除了种子的好坏之外 还有土壤的好坏 而你就是那个土壤 它就是那个种子 你要是真的能够把它的黑 变成它的白 那是你的本领 如果你把它的白 变成它的黑 那就是你自己的罪恶 同样它对待你也是一样 对生活充满点希望吧 多想想别人的好 你也会活得轻松一些 就这个 谢谢 越是亲密关系 在我看来 越需要尊重 好好考虑一下 剩下的时间 对你们来说很宝贵 只有60秒 想好跟对方说什么 密切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答应你 我以后多一点时间陪你 尽量把我玩游戏的时间去缩短 但是我也希望你可以 真的给我一点空间 不要经常 事事都去监察我监察我 我是真的爱你的 我考虑吧 我也希望你能改 多一点时间在我身上 不要经常就看着游戏 什么东西都是游戏 那就亮灯吧 说的能做到吗 可以 想想老师说的安全带哦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争执中的情侣 焦点其实很简单 有人说是缺少安全感 有人说是缺乏尊重 还有人说这段感情出了问题 大概有很多种说法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请开门 導演 我可以说是缺少的事情 我可以做到了 是不是 我们可以说是缺少的事情 我可以说是缺少的事 我可以说是缺少的事 您是怎么想明白的呀 我自己也不对吧 人呢 尤其是女人呢 别活得那么累 你这么累多容易老啊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慢一点 把戒指给那个叔叔 来 让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你嫁给我吧 我会爱你一辈子的 虽然我知道我自己 经常打游戏很不对 但是我愿意为你去改变 把玩游戏的时间全部缩短 把我全部的时间都用来赔你 希望你嫁给我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们 谢谢 成功复合的情侣 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幸福游的大奖 你们自己喊开始 自己喊停 来 开始 停 恭喜你们获得了500元的旅游基金 祝福你们啊 谢谢 好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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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对女友算得上不错 她需要什么我都会满足她 但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感情也越来越淡 前几天分手了 可是又有点挂念 我该怎么办 在爱情生活当中 真正的魔鬼 不是那些始乱中期的浪子 而恰恰是你这种 所谓虚伪的圣人 明明不喜欢却要在一起 明明不爱却要对对方好 你要虚伪到何般境地呢 喜欢谁就对谁好 爱自己所喜欢的 这种自私 比你那种圣人的虚伪更美丽 感谢途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 直播期间打开途牛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现金券 要旅游找途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关注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